哈喽大家好我是佳良 今天我们又来拍全新哈佛H5了 哈佛H5呢是标准的全尺寸硬派越野车 而之前我们对全尺寸的SUV概念 可能还停留在那些昂贵的美式越野车上 而全新哈佛H5 尽管是顶配它的售价也仅有15.78万 是非常的香了 而第一配车型12万多就能入手 今天佳良将和大家分享选择哈佛H5的五个理由 看看这台车是否适合你 首先你需要一台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 目前来看国内卖的最好的就是SUV车型 据统计国内平均五个人才有一台车 所以一辆车可能是一个家庭的交通刚需 或许这台车不仅用于代步 而且还是他们的旅行寄托 所以这台车必须能够肩负起跋山涉水的众望 而全新哈佛H5不仅拥有大梁底盘更耐造 而且它有25度的肩颈角 22度的离地角 以及200毫米的最小离地间隙 以及600毫米的涉水深度 所以让这台车拔山涉水的时候 更耐造更稳定 也是这个价位仅有的硬派越野车 其二如果你热衷于越野 不用我推荐 你都会选择这台全新哈佛H5 不仅它的越野基础就很强悍 而且像前双叉臂 后整体桥悬架改装潜力也很大 还有17寸18寸的轮胎 也很好选配越野的这种地形轮胎 而且还可以加装附邮箱 骨灰级玩家还可以定制手动挡版本的速射 进行全面的盖装 除了汽油版本发动机车型以外 还是同级别中少有提供柴油发动机的硬派越野车 166马力的柴油机匹配财富的 8AT自动变速器开起来非常的爽 往期节目中 嘉良也给大家强往手测过柴油版本的 哈佛H5车型 非常推荐 其三如果你想选择一款 能够兼顾日常驾驶 以及长途自驾路营的车型 那么这台哈佛H5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首先它的轴距参数是3,140毫米 不仅参数更为夸张 而且后排的实际空间也很大 还有柔软的沙发 同时我们把第二排的座椅折叠之后 可以连同后备箱地板 可以连成两米多的一个平台 这个空间真的不亚于咱们露营车的那种大床 可以自行的发挥进行改装拓展 除此之外呢 像车顶这里还有两米六长的行李架 也可以承载200千克的重量进行拓展 所以这么来看呢 全新哈佛H5 它不仅是一台全程度的硬派越车 它也是一台带床的露营车 其次 如果你像我一样 自己做公司或者开工作室 再或者是市场运营者 需要一台能够干鼓励的工具车 那么这台哈佛H5非常适合你来选择 不仅是带大梁的底盘 再加上后整体桥的悬架 即便后备箱放了很沉的重物 它也不会像咱们传统的轿车或者SUV那样 会下沉 承载能力不亚于一台轻卡 同时全新哈佛H5的前排的配置 以及乘坐输入度还是很高的 功能也很丰富 所以创业需要一台吃苦力的工具车 全新哈佛H5是一台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 其五 如果手持15万左右的预算 想要选购一台全能的SUV 那么可以考虑一下全新哈佛H5 首先它相比要于咱们传统的城市SUV 它的优势是拥有大梁底盘 更耐造 更结实 而且它的越通过性更强 空间更大 而且前双叉臂的悬架 绿震柔软 乘坐舒适度不比SUV差 同时动力方面有2.0T的汽油发动机 加财富81T自动变速器可供选择 还可以选装2.0T的柴油发动机 而且相比较于新能源汽车 它的保持率会更稳定 当然它也是有点不足的 比如说 非诚载的车身让它的质量更重 油耗会略微高了一点 所以通过这五点来说 就能看出全新哈佛H5一惊亮相 就热度不减成为爆款的原因了 同时现在下购 全新哈佛H5还享有6点金融政策 老赛福哈佛COV H3 H5 现任车主及直系亲属购车 可享有6年12次基础保养 两年5万公里整车质保 综合可享5年15万公里整车质保 至高8万2470C 12到67超低C 首任车主发动机变速器 核心零配件终身质保 至高享受6000元置换补贴 娱乐服务一年免费 基础及制控服务终身免费 所以说 全新哈佛H5它是六边形战士 它对越野非常专一 也是大家都能买得起玩得起的 硬派越野车 好 感谢观看